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北京有人就悄悄送给习近平一个评价 说习近平的做事风格叫做轻痛愁快 轻痛愁快意思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一个人做的事情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很痛心 却让自己的愁家感到很爽快 习近平做事轻痛愁快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湾 现在台湾两个主要的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 国民党被看成是北京的朋友算是北京的亲人 民进党就是北京的敌人算是北京的仇人 习近平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让台湾的民进党感到非常的爽快 可是让他们的国民党感到非常的痛心 大家都知道昨天台湾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事情 韩国瑜他是以非常悬殊就比例非常悬殊的比例被罢免 这个就不单单是韩国瑜个人被罢免 还说明韩国瑜他代表的国民党在台湾已经完全不得人心了 韩国瑜这位北京的可以说是亲人被罢免了 北京当然也是感到很痛心 所以北京的主流官媒对这件事情都没有发表评论 只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写了一个微博评论这件事情 胡锡进的微博他的题目就让人感到似乎胡锡进的内心很沉重很痛心 所以胡锡进说我已经不是很关心台湾内部在具体发生什么 胡锡进他说他已经不关心台湾了 就是因为台湾的坏消息太多了 让他痛心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胡锡进干脆两眼一闭 不听不看 眼不见为敬 不过胡锡进的这个微博也承认了几个事实 首先就是他承认民进党会在台湾维持一段时间的统治 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情况短期之内是改变不了的 另外大陆在一段时间里还左右不了台湾社会的政治方向 胡锡进的这段话虽然是事实 他是结论是错误 因为胡锡进说大陆左右不了台湾的政治方向 可是事情正好相反 台湾现在的政治方向可以说就是由大陆方面造成的 或者说由大陆所决定的 如果没有习近平这位助选员帮蔡英文助选的话 蔡英文是当不上总统的 而且如果没有习近平这位助选员替罢免韩国瑜拉票的话 韩国瑜也不会以这么高的悬殊的比例被罢免 不会输得这么惨 很多人大概都还记得就在一年多前 2018年11月当时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是惨败啊 国民党是赢得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席位的 当时人们都认为啊民进党统治台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该轮到国民党了 那次民进党的惨败绝不是一般的失败 是一个真正的惨败 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 过去民进党维持的那些所谓绿营的台湾的县市 已经大部分都变成了国民党的蓝营天下 甚至啊过去民进党几十年都是一贯铁票的 所谓票仓的高雄市都被国民党的韩国瑜给拿下了高雄市市长 所以民进党惨败之后 当时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辞去了他的党主席的职务 只保留了总统的职务 当时北京对台湾民进党惨败当然特别的兴奋 因为民进党所谓台独路线嘛 而国民党就是亲北京的亲中路线 所以那个时候北京的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啊 还得意扬的说啊 民进党大败美国手中的台湾牌快烂了 但是呢从2018年11月 民进党惨败到2020年1月份 民进党大胜 只隔了一年多时间 那么民进党为什么短短在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内 就来了一个咸鱼翻身 从大败变成大胜呢 这个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啊 就是因为习近平发表了一个态度强硬的 对台湾问题讲话 说是要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 而且习近平进一步又把他们和国民党达成的所谓九二共识 这个事情给挑明了 他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样就是连国民党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说他们那个九二共识了 特别是北京在香港问题上强力的镇压 就让台湾人觉得他们是绝对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的 所以呢 这样才造成了民进党就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 居然马上咸鱼翻身啊 而北京现在就是他们亲他这个亲北京的国民党啊 现在已经是变成了遥遥欲坠 很多人都说国民党快要亡党了 也正因为如此呢 吴锡进说这句话是错误的 就是说大陆左右不了台湾的政治方向 因为我们看台湾的民进党大胜 国民党惨败搞到快要亡党的地步 这个政治方向就是大陆所左右所造成的 只不过大陆叫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越想改变台湾的政治方向 越是势于远威 那么台湾今后的政治方向呢 当然也会受大陆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可以说大陆对台湾越是杀气腾腾 越是态度强硬 台湾就会越远离大陆会越走越远 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搞这个事情 是搞垮了国民党壮大的民进党 完全就是轻痛愁快 国民党非常痛心 民进党非常爽快 而且习近平最近又高调通过这个香港国安法 又让另外一个人感到轻痛愁快 这个人就是日本共产党 5月28号呢 在北京全国人大正式通过香港国安法之后 日本共产党非常罕见的发出了强烈抗议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志卫和夫 对北京共产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日本共产党不仅在记者会上对中国共产党强烈抗议 他们还专门印发了号外传单 对中国共产党通过香港国安法提出强烈的抗议 而且日本共产党的委员长志卫和夫 特别在他的推特上还批评了日本政府 因为日本政府对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表态 只是含含糊糊说他们深表忧虑 所以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卫和夫就批评日本政府说 为什么日本政府对如此重大的事情 不能提出一个抗议呢 在今天的世界上 重大的人权侵害就是国际问题 对人权侵害的批判绝不是中国方面所受的干涉内政 日本政府应该表明态度 也许很多人就会感到奇怪 说是日本共产党怎么突然要淌这个浑水 他突然要对中国共产党提强烈抗议呢 这个原因其实就是日本共产党 他们想要避免成为第二个台湾国民党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就先说一下日本共产党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建党 日本共产党是1922年建党 所以日本共产党是现在日本所有的政党当中 它的历史最悠久 成立时间最早的政党 现在日本共产党大约有党员人数是28万人 它的总部是设在日本东京的黄金地段 日本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 它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属于当时共产国际的亚洲支部 而且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地位还是高于中国共产党 因为那时候共产国际就认为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的政党 而在1920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工人阶级非常少 可是那个时候日本的工人阶级已经相当多了 所以当时候共产国际给日本共产党的支持 是要多于中国共产党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 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二战之前日本政府是反共的 它是不允许日本共产党成立组织 所以最初日共和中共一样 都是秘密成立的 日共的活动也是那么所谓地下秘密组织的活动 到了30年代之后 日本政府就加紧去抓捕日共的领导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得田求医 功本险制这些日共的领导人 都被日本政府给抓捕了 而野板参三一些日共领导人就逃亡到了中国延安 野板参三逃到延安 他由日本共产党就转入中国共产党 还起了一个名字就是中国的名字叫林哲 野板参三他曾经是担任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 当时他的身份是高度对外保密 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位林哲校长原来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野板参三 野板参三在延安其实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他住的窑洞啊就是中共领导人的驻地王家平 据说他的那个窑洞比毛泽东的窑洞还要大 当时野板参三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周恩来他们关系都很密切 1945年6月当时候中共召开七大 这是在延安召开 当时候野板参三是作为一个唯一的兄弟共产党的代表 参加了中共七大 并且还在大会上做了书面发言 二战结束之后 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就开放了党境 就是日本共产党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可以公开活动了 所以野板参三呢就在1946年他就返回日本 野板参三回到日本之后 他重新出任日本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 并且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 野板参三在1959年到中国参加十周年的国庆庆典 到了1962年野板参三70岁受臣时候 当时候中共中央还致电祝贺 毛泽东还以个人的名义专门发去贺电慰问他的老朋友 到了1982年野板参三90岁了 他已经没有精力继续工作了 所以就被日本共产党任命为名誉总书记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野板参三1992年100岁的时候 他却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出党了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候1991年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就把一些苏联的档案给公开出来了 从这个档案一查 原来野板参三居然是苏联的秘密间谍 而且野板参三本人也承认他是苏联的间谍 所以呢他就被日本共产党给开除出党了 另外呢当时另外一个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啊 就是叫做德田求一 他呢也是早年啊 因为在日本是遭到了日本方面的追捕 他就秘密逃到北京去了 并且呢是在1953年是在北京因病去世 不过中共对德田求一秘密逃到北京这个事情是秘而不宣 于是等到德田求一去世之后 就是两年之后到1955年 中共才公布说是德田求一在北京去世 而且1955年9月13号 德田求一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 由刘少奇主持北京市民有3万人参加 毛泽东是亲笔提写了 德田求一同志永锤不朽 这么一个提词 周恩来啊是撰写了这个墓碑名 再说日共的另外一位领导人 龚本贤智 他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 龚本贤智是日本最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 他1929年就写文章啊 就获得了日本改造杂志第一名 从此他就成为文学青年 龚本贤智在1931年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到1933年年仅24岁的龚本贤智 就成为了当时日共的中央委员 但是好景不长啊 到了1933年 日本政府开始对日本 就是共产党啊进行大搜捕 有400多名当时日共的高层干部都被捕了 其中呢就有龚本贤智 不过这日就是400多名啊 日共的这个高层干部当中 绝大部分他们都写了毁国书 宣布他们脱离共产党 然后就被日本政府释放了 只有龚本贤智那么极少数的人 他们拒绝写毁国书 宁愿把老底做穿 也不背叛共产党 结果呢 龚本贤智就被判出无期徒刑 不仅如此呢 龚本贤智在狱中啊 还演出了一场类似于俄罗斯12月党人 那种所谓革命爱情悲剧 在龚本贤智被捕之前 他是作为一个文学青年 所以和当时日本著名的左翼女作家 就是也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 叫钟条百合子结婚了 钟条百合子他们家庭 其实是一个日本的巨妇啊 等于是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加入了共产党 在1933年龚本贤智被捕 并且判了无期徒刑之后 其实当时钟条百合子也被捕了 他是被判了四年 这个就是被判了监禁两年 缓刑四年 可是呢 这时候呢 龚本贤智因为是判了无期徒刑 他们永远不可能见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钟条百合子不仅他没有和 龚本贤智离婚 反而他把自己的笔名改名为 龚本贤智 就表示他要跟随 龚本贤智一直到底 龚本贤智在监狱中是住了12年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就和这个 龚本贤智 他们两个人就相互通信 有900多通信 等到1951年 百合子去世时候啊 在龚本和他在监狱当中 写的所谓两地书 就编辑为叫做12年书简 在日本出版 当时是轰动一时啊 评委 就是被大家认为是真正的爱的记录 龚本贤智 那是从这个1945年 这个日本战败之后 他就被释放 到1957年 他就成为了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 一直到1997年 他担任日共总书记40年之久 成为了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 不过在前一段时间呢 日共和中共在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 但是1966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可是这时候啊 龚本贤智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 结果就造成了 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宣布决裂 日共和中共决裂 一直到了1998年 当时候龚本写制 卸任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之后呢 在此之后 中共和日共才重新又改善了关系 不过呢 双方改善关系之后 日共和中共啊 联系也不是那么密切 但不管怎么样 日共也不至于和中共去作对 因为都是共产党嘛 都是同根森相间和太极 那么这一次日本共产党 怎么突然要对中国共产党发难 突然这么高调的 对北京通过香港 就是香港国安法 要强烈抗议呢 这就是因为现在日本共产党啊 已经成为一个依靠民主选举的政党 就是日本共产党 还要得到多少国家议会和地方议会的议席啊 它是取决于日本选民 对日本共产党的态度 现在呢 北京无视中英联合声明 强力通过这个香港国安法之后 就造成了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极大的反感 而这个日本选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反感啊 他就又会反弹到日本共产党身上 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共产党没好人嘛 就让日本共产党啊 就有可能失去选票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搞的这个香港国安法呢 又让日本共产党感到非常的害怕 他就不得不赶紧和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 他非常高调的宣布要强烈抗议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 日本共产党这么做就是为了自保啊 他是为了防止日本选民的选票流逝 所以他们赶紧要让日本的选民知道 说是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回事 所以他们才这次非常高调 是非常这么激烈的要抗议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 如果日本共产党他不赶紧和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的话 弄不好就会成为台湾国民党的下场嘛 台湾国民党其实给了日本共产党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 就是他们没有和北京划清界限 结果就是选举惨败啊 几乎都要亡打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一次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啊 又让日本共产党是感到轻痛愁快 他不得不和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 这也就是习近平的做事风格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